小伙伴们大家好,我是小李子 今天为大家分享一道香蕉好吃的做法 咱们先把香蕉去皮,然后切掉两头 再把香蕉切成两半,切好后装盘备用 准备一盘淀粉,将刚刚切好的香蕉 放入盘子中均匀的裹上淀粉 全部裹完之后,打入两个鸡蛋 如果有糖的话,加点糖就更好了 用筷子顺时针搅拌均匀打散 将鸡蛋液倒入香蕉的碗中 让香蕉均匀的裹上蛋液 现在来准备面包糠 将面包糠和黑芝麻放在一起,搅拌均匀 将刚刚沾上鸡蛋的香蕉,放入面包汤中 全部滚完后,放入盘中,准备下锅 锅中多倒点油,准备炸香蕉,开小火 如果不知道油温的话,可以用筷子测试一下 油温够了以后,可以放入香蕉,开始炸了 注意火候和油温不能太低,大约5分钟就可以捞出了 一道外脆里弄的炸香蕉就做好了 喜欢的朋友试试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